你期待今天5月即將上映的《奇異博士2 失控多重宇宙》嗎? 聽說,在這部電影中,漫威總算要來說 說他們鋪陳依舊的多重宇宙 這個多重宇宙到底是什麼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多重宇宙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歡迎回到 深藍自衛大詞還有神秘名詞大解析 獻給有聽沒有懂的你! 說到漫威的超級英雄電影 它很著名的特色之一,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英雄 常常會客串,出現在其他英雄的個人電影中 形成所謂的漫威電影宇宙 這些角色本身,可能都活在不同的時間或世界觀裡面 但他們之所以有辦法出現在同一部電影 靠的就是最近漫威在很多影集或電影中 都在鋪陳的多重宇宙論 這個多重宇宙到底是什麼? 在現代科學裡面真的有這樣的理論嗎? 它是不是就是我們也很常聽到的平行時空或是平行宇宙呢? 在正式回答這些問題之前 按照慣例,先讓我們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一直以來,性都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議題 學校招得少,長輩避諱不談 連YouTube都要黃標 就算是這樣子,大家依然會覺得好奇 並靠各種方式自己摸索 但你知道嗎? 沒有掌握正確的觀念或是方法 就貿然的踏入實戰 有可能會讓我們再無意間傷害到自己或是身邊的親密伴侶 我們覺得這些傷害或遺憾,其實是有機會避免的 所以圖文不符上課樓跟知名的異物梗塞團隊合作 推出了線上版的性愛課程 大人的床上家教班 在這樣的課程裡面 講師們將會帶來完整專業的性知識 除了讓大家避免受傷 還能舒緩實戰中的尷尬跟不適 獲得更多的快樂 而最貼心的是 這個課程中有依照性向設計了兩個主題 讓每個有需求的人都有更多元的選擇 目前課程已經在PressPlay全數上架 現買就能線上! 更多的課程介紹,歡迎到PressPlay的頁面搜尋了解 大人的床上家教班! 多重宇宙,英文叫做Multiverse 也就是Multi Universe的意思 簡單來說,就是除了我們這個宇宙之外 還有多重的別的宇宙 1.這麼說,不是很像廢話嗎? 其實它很複雜啦! 要理解之前,我們可以先透過一些視覺圖像 稍微地想像一下這個概念 在我們所理解的物理世界當中 牛頓曾經說過,時間就像一隻劍 一路筆直地射往同一個方向 但愛因斯坦卻不這麼認為 它的相對論指出,時間像是一條河流 河流的速度可快可慢 而在愛因斯坦之後發展出來的量子力學 提出了一個觀點認為 這條時間河流不但可快可慢 還可以有許多分支 而這些分支,都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無數選擇 所創造出來的平行現象 而這些平行現象要成立的前提 就是要先存在好幾個不同的多重宇宙 欸,什麼叫平行現象? 有些聰明的觀眾可能很快就會想到 物理學的四大神獸之一 薛丁格的貓 這隻可憐的貓,確實跟平行現象的概念有關 在進入這麼困難的解釋之前 我們還是先循序漸進 簡單地從經典物理學與量子力學的差異,開始說明 在經典物理學,也就是牛頓的經典力學當中 一切物體都有著確定的軌跡 而所有的物理現象,都能用確定的公式去解答 比如說車子正在移動當中 駕駛員看見路上有一隻貓而擊殺車 這個時候車上的人,都會因為車速的慣性 而向前倒一下 至於量子力學,則是用來解釋 微觀世界中微小粒子的特殊現象的學說 這些微小粒子,像是原子 以及原子裡面的質子、中子、電子 它們最大的特點就是不確定性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在微觀世界裡面 所有現象都具有某種發生的機率 比如圍繞著原子核的電子 它的位置可以在原子核的左邊、右邊、上面、下面 這些位置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至於它到底會在哪個位置 只有在我們觀測到它之後 才能真正確定它的狀態 也就是說,在被觀測之前 粒子正處於所有可能現象 都疊加在一起的狀態 用剛才的例子,就是電子 同時處在原子核的左邊、右邊、上面、下面 而這就是所謂的疊加鈦 那談到疊加鈦,我們接下來 就要來說說薛丁革的貓了 由於之前的影片裡面我們曾經談過 這邊就先簡單的幫大家回顧一下 1935年,薛丁革提出了一個經典的思想實驗 把貓裝進了一個具有放射性物質跟探測器的盒子裡面 如果放射性物質放出粒子、探測器 感應到這個放射性的粒子 就會釋放出毒氣、毒死貓咪 反過來說,如果放射性物質沒有放出粒子 毒氣就不會被釋放出來,貓咪就會活著 這邊提醒一下,薛丁革沒有真的做一個這樣的裝置 這只是一個思想實驗 所以沒有貓咪真的受到傷害 但是在這樣的思想實驗中 我們可以理解,因為粒子的行為是隨機的 在被觀測之前 它處於一種放出跟不放出粒子之間的疊加態 所以這個時候的貓咪,也就同時處在一種 介於死掉跟沒死掉之間的狀態 所以真的做出觀測動作以後 我們才能得出啊!貓死了 或是啊!貓還活著的結果 說了這麼多,我們終於能用這個概念 來試著理解什麼是多重宇宙了 由於疊加態理論超乎人類的常理直覺 所以量子力學剛發展的時候 物理學家們也是研究的無灑灑 常見問題比如,明明我在觀測之前 可以用數學推導出無數種可能,也就是疊加態 但為什麼單次觀測之後 卻又只能得出一種確定答案? 難道之前算出來的其他可能都是錯的嗎? 1957 年量子物理學家修·艾弗雷特 率先提出了多世界詮釋,試圖解釋這種現象 他說我們在觀測粒子時 每個疊加態其實都可能會分裂出一個各自的平均宇宙 但在我們的世界裡面 我們就只能看到其中的一種可能 用薛定格的貓來說 就是當我們做出觀測的動作以後 假設在我們的世界中,貓死了 那貓還活著的另一種可能 就會存在於另一個平行宇宙 按照這種解釋 時間中每個可能的選擇所導致出來的結果 都會存在在另一個平行宇宙中 如果我們用一個更遠的視角來看這些平行宇宙 就會發現多重宇宙的存在 不過,這只是多重宇宙的其中一種理論而已 有許多理論物理學家也試著用其他理論 來找出多重宇宙存在的可能性 而另一種也很常見的理論 則是奠基於鹹論和宇宙論的泡沫宇宙理論 如果說我們想像平行宇宙的畫面 是如同樹枝般從一根長長的主幹中 延伸出無數的樹枝 那麼接下來的理論 就是把宇宙想像成一個泡泡 而多重宇宙則是想像成無數的泡泡 泡沫宇宙論的基礎 主要是建立在宇宙大爆炸的理論之下 大爆炸理論認為,我們所處的宇宙在大爆炸發生之後 從虛無當中誕生 接著就像泡泡一樣不斷的膨脹 而泡沫宇宙論則認為 事實上泡泡有很多個 每個泡泡都是一個不同的宇宙 它們有可能會持續的膨脹 但也有可能會停止膨脹分裂甚至消失 而我們所處的這個宇宙泡泡 只是剛好正在膨脹當中 但不能泡泡可能會有著不同的膨脹速度 或是膨脹到某一個程度之後 就分裂出一個小的嬰兒泡泡 也有可能兩個泡泡相撞之後 就形成了一個更大的泡泡 總之這個推導出來的理論認為 每一個泡泡宇宙裡面的物理常數 很可能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很有可能其他宇宙的物理定律 會跟我們身處的世界很不一樣 有可能時間流動的速度不一樣 有的甚至可能只是一片混沌 沒有光也沒有生物 那如果不同的宇宙泡泡彼此碰撞的話 就很有可能會發生類似宇宙大爆炸這種現象 好的,那說了這麼多 如果有些人心裡可能會有一個很大的疑問就是 這些多重宇宙的理論到底能不能被證實呢? 目前多重宇宙還只是假說而已 這主要是因為這些理論無法觀測 也無法透過科學實驗的方式去證明或推翻 所以很多科學家 都還是抱持著很懷疑的態度在看待 那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還會有人持續研究呢? 因為有的科學家認為 這個理論比很多更荒謬的理論還要科學得多 有的人甚至非常努力找出可以測試的方法 像是理論物理學家布蘭恩·葛蘭 他就認為,就算現在我們還無法觀測或驗證 但這些持續的研究 卻都是推動科學前進的基礎 1915年,愛因斯坦用算式推導出宇宙正在膨脹 當時就連愛因斯坦本人都不相信這件事情 但12年之後,人們卻觀測到宇宙確實在膨脹 所以葛蘭就認為 總有一天,我們或許都會有能力去證實或推翻這些假說 所以現在不斷累積的這些研究,都是有意義的 好的,這邊我們要再回到漫威電影 雖然多重理論還有待驗證 但在研究的過程中 科學家還是累積了一些觀察和理論 所以最後,我們就要來簡單看一下 影視作品中我們常看到的多重宇宙相關設定 哪些其實是有理論基礎的 1935年,愛因斯坦和他的學生羅森寫了一篇論文 他們認為,黑洞與黑洞之間可以通過蟲洞相連 而這個蟲洞,就是可以連接不同空間 或是進行時空旅行的隧道 對!沒有錯! 這個蟲洞,就是電影當中 奇異博士畫圈所創造出來的 那個可以通往不同空間的隧道 但是穿梭在不同宇宙 真的像電影當中看起來這麼容易嗎? 我們剛剛有說到 不同宇宙之間的物理定律 很有可能跟我們所在的這個宇宙不同 所以要是我們真的能去到別的宇宙 那構成我們身體的粒子 是不是就會隨著那個宇宙的物理定律 而出現一些改變呢? 嗯,理論上是這樣子沒有錯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去到另外一個平行宇宙去 那身體的模樣,可能也會產生一些改變 那這樣看起來 漫威所設定的平行宇宙 很有可能並沒有相差那麼大 又或者是奇異博士 它那個讓人穿梭在不同空間的能力 真的是非常強大 那這邊到底哪一個才是真的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看看漫威會不會做出更多不同的解釋吧! 在開始研究這個題目之前 我們有沒有只好奇 以及這些科幻作品當中所常用的那些條段 是不是都有理論依據的? 那當然,我們研究得到的結果,一點都不意外 在他們被證實是真的之前 現在都還是在介於有依據跟每依據之間的疊加態 那這個理論雖然聽起來好像很費 但我們覺得這正是這類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 它把聲色難懂 連科學界都不一定有定論的東西 用最嚴入勝、最浪漫的方式帶到了大眾的面前 而這些設定不只讓作品本身更精彩 也擴展了我們對這個世界、這個宇宙的想像 甚至還能激發很多人對這些理論的興趣 或許未來有一天 我們也會看到某個諾貝爾得主說 我從小就是看漫威長大的吧! 好的,那說了這麼多 最後想來問大家 你相信多重宇宙的存在嗎? A 不相信,只要還沒辦法證實 那我就當它不存在 B 相信,我覺得週一天一定可以證實 C 不確定,但我覺得把我想像不是壞事 第一,歡迎留言跟我們分享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多重宇宙論》!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 看來薛定格的貓,以及漫威帝國崛起的秘密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